那么就给你一种希望能够治愈它 我这里需要神经这个心肌传导细胞 它分化成心肌传导细胞 现在最大的问题有应用有临床有效果 但都不完全 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控制 刚才我们说到干细胞的好处是 从一种细胞分化成250种细胞里任何一种 但是我们还不能控制它 指向某一种细胞 这种细胞是你需要那种一个方向发展 就是说现在只有前景 但是就是说真正的能够实现成功的人 利用干细胞的治疗 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 还有一定的距离 好的 我们继续接电话 刚才辽宁的邱女士打回来了 邱女士你好 邱女士 邱女士还在线上吗 好 下一位 山东的徐女士 山东徐女士你好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专家 就是说这个脑瘫的这个病人 就是通过这个干细胞移植的话 能不能把这个病给治好呢 脑瘫 又说到干细胞了 是 就是说干细胞呢 就是说在各个方向来说 就像我刚才说过的 各个方向发展 那么它在各个方面的疾病 都应该从理论上来说 都应该可以治愈的 现在刚才我还说到 就是说不能够控制 像我们现在还没有 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可以控制干细胞 只向某一个方向发展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脑瘤 对不对 这个脑瘤 一个是要去掉脑瘤 二个就是 假设有神经细胞的死亡 我们是希望 我们是希望干细胞 只往那个方向去 只补偿 损失的那一部分 你所需要的那一部分 对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到这一点 即使往神经细胞去发展 有很多很多很多步骤 我们叫progenital cell 就是从干细胞 向那个方向发展 总是很多很多步骤的 即使在实验室里面 在体外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不能向一个方向发展 而且不太能够控制它 只向某一个阶段发展 等你知道这一些内容之后 你就知道 完全治愈它 我是一个很积极的认为 是可以治愈的人 但是就是需要时间 这是肯定要考虑的 好的 我们线上今天 还是有很多观众和听众打电话 进到我们今天 这个专家话题这部分 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了 辽宁的邱女士 还要打回来了 邱女士 你好 辽宁邱女士 好像邱女士这个电话 有些问题 我们接下一位吧 天津的孙先生 天津的孙先生 你好 喂 你好你好 孙先生 孙先生 我想提一个问题 我现在59岁 提点 多次提点 就是说我心动过缓 但是呢 我又有高血压 有高血压呢 我已经服用了十多年的这个降压药了 服用的是利尿剂 现在呢 服这利尿剂呢 效果不太好了 我想换药 换那种beta组织剂那种药 好吧 好像对心脏有那个 有不好的作用 我想问问专家呀 我用什么药合适 用小本地瓶这类药行不行 我的问题提完了 好的 非常感谢天津的孙先生 不过在这 我想这个 学红博士呢 能够给您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 我还是要提醒您 我们的美国之音保健原地节目 是一个信息服务性的节目 我们虽然请来的专家 都是非常好的专家 但是不能给您 进行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所以如果你真是哪一方面疾病的话 至于用什么药如何治疗呢 还是应该尽快到当地 找当地的医生 进行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以免耽误 不过我想你可能还 还是应该给我们的天津的孙先生 提供一些建议 我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说 现在它的困难在哪里 就是说 心跳慢 心跳慢 你要想让它快 才走到正常 虽然我刚才前面说过 等到60岁的时候 你心脏变慢 你是正常的 但是要慢得太多 这是危险的 所以它的困难 就是说是 要使这个 心跳快一点 但它有一个另外的问题 是它血压高 你要快 血压就很 又变高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你确实是 应该去直接问你的医生 要根据你自己的病情 给医生做出判断来 就是说 我能提醒你 就是说 你到一定年纪 这样的心率变低 这是正常的 但是因为血压比较高 血压比较高 就跟很多人有问题 就是跟你肾脏 是否有问题 就刚才说的 领尿剂 这些东西 就是使用 每个人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说的是叫做 一个我们这边叫做 Personal Personal Medicine 就是你每个人的用药方法 个性化治疗 这个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现在 而且越来越做的人越多 就是你一定要看 你具体是什么病 你对什么药敏感 你用了多少年之后 是很好了 为什么突然又不好了 一定是生理上 在这个代谢上 有一定的变化 这个一定要做详细的检查 才能做出具体的判断 这个是肯定的 好 我们继续几点话 有一位江西的唐先生 江西的唐先生 你好 江西的唐先生 江西的唐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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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是我吗 是请讲 你好 那个专家好 那个我呢 那个新装病呢 是后来才发现的 后来当地医生说呢 这个心理不息 做了这个动态心电图以后呢 就发现三点钟以后 新装有那个导播 导播呢 现在医生说 吃那个安典桶 安典桶呢 又不能多吃 但是我总觉得 这个安典桶吃下去以后 对导播还是有问题 这个眼睛啊 这个头昏啊 还是存在 现在我就想问一下专家 是不是这个肩周炎 和这个颈椎病 对这个心脏会不会有影响 我的问题就这个 新周炎颈椎病啊 这是江西的唐先生 唐先生 我在这儿提醒您 下次打电话进来 在发言的时候 把您的收音机啊 或者电视机的那个背景的声音呢 把它关小一点 刚才有回音 我们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清楚 是 刚才他提到的问题 就是说是 他现在后发现心脏有问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 不太能确定 其实是后发现 也不一定不是遗传的 因为很多遗传病呢 是到一定的时候出现 这是一个 二个呢 就是说 你吃 就像我前面说 前面这个一样的 就是说 前面有这个观众提的问题 就是你一定的 叫做Personal Medicine 就是你自己 就是说是什么样的 一定要证明你的医生 因为他对你的 我们说的就是说 你整个的病情是最了解的 包括是最基础的 什么东西出了问题 是怎么样 刚才说这个肩周炎呢 现在还没有看到有报道 说肩周炎跟心脏病 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说血液 心脏自己需要血 然后心脏同时也给别人提供血 就是说不一定就没有关系 不一定就没有关系 也可能是他提供血量不足啊 然后那边血管有阻塞啊 或者你的饮食有一定的问题啊 饮食习惯有一定问题 使得阻塞 或者那一块就是比较薄弱 发炎啊这样引起的 但是还没有报道说肩周炎啊 颈椎炎呢 会跟你这个有关系 但你颈椎这是肯定的 颈椎要出问题都会压迫神经 压迫血管 那个问题就更复杂 压迫血管使得你的脑子 脑子里面供血不足 或者是别的其他的 就是因为你压迫了神经核血管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我想谈谈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们这个画面上播放的一些是 很多人就是在锻炼 也有在美国这边的一些场面 也有中国的一些场面 在锻炼的场面 比如说最常见的 在美国这边 室内的锻炼 就是去这个跑步机 在中国呢 这些年在很多城市的一些公园边上 也安装了一些非常简易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一些 我也叫不上名字来的一些 锻炼的一些器械 就是说在利用这些器械锻炼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注意 你比如说 很多人刚才画面上就有 很多人在跑步机上的时候 他戴着耳机听音乐 有的人呢 在前边在有一些体育馆 训练场所前面就有电视屏幕 有的人